朋友们人类要完蛋了 这周的AI圈根本就是在开派对 各大公司轮方放大招 Google帮你剪码古代石碑 Amazon带在手上的AI秘书快上线了 还有Invidio的AI分身出来帮你偷懒拍片 更扯的是 在Chrome浏览器上安装Histfield的扩展程序以后 就可以对网络上的任何图片进行个性化处理 OK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马上开始 Google帮你又来搞大事了 这周他们推出了一个超酷 但是名字有一点中二的新研究项目叫Anias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练 听起来就像是什么古罗马神话里面的角色 它是第一个用于阐释古代明文背景的 人工智慧模型 可以帮助历史学家还原真实历史的超强AI 简单来讲它的功能就是 看懂古代石碑刻字 比如那种断掉一半 风化模糊 看不出来是咒语还是菜单的那种 然后把它补出来 没错 它会自动帮你脑补缺字缺句的地方 让你能大概看出这段古文到底在讲什么 感觉有点像历史版的Photoshop帮你把破碎的古文补一补再送出去做期刊 不过我有点想吐槽一下 虽然训练Ans的资料集是历史学家们数十年来创建的数位馆葬的成果 但是区区数十年怎么能研究那么那么久远的古文化呢 总感觉未来会被搞到连考古也要AI自己猜 到时候人类历史会不会变成AI写的故事书 结果呢我们还信了好几百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要是AI真的能让我们看懂以前人到底在写什么 甚至还能破译一些从没解过的古文明 那还真的是历史系学生的大救星 你想象一下 以前要花好几年研究的古代碑文 现在AI帮你三秒钟不完 这种进步也太夸张了 大家怎么看这种AI写历史的操作呢 欢迎在留言区探讨一下 Invidia最近推出了一个很劲爆的更新 叫做AiTunes 翻译过来就是AI分身的意思 有多厉害呢 我们先一起看片 OK Testing 1 2 3 I think the audio is working fine Let me know if I need to redo anything Just in case Alright, let's go Every smart decision you make today Ito ay isang regalo sa iyong sarili sa hinaharap I could spend all day describing why we made these sneakers differently but honestly it's something better seen than said Here they are Sneakers crafted consciously, styled boldly, built for wherever you're going next Next What to do 他让你创建一个虚拟人类版本的你 你只要提供一段你自己的影片 然后他会把你的脸 你的声音 你的讲话节奏全都记下来 接下来你只需要打文字 他就会帮你念出来 动起来 就像你真的是坐在镜头前讲话一样 而且你可以换背景 换衣服风格 还可以自定脚本 他就会用你的虚拟分身 来录一支新的影片 讲你想讲的话 超级科幻对吧 我们一起测试一下 OK 直接点登入invideo账号 可以通过邮箱密码登入 或者google账号登入 直接就来到了创建AI影片的地方 在输入框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主题 而且它是支持任何语言的 来点开这里 就可以看到最新模型V4.0 在这个地方 现在就多了一个新的按钮 AI Twins 点开 还有三种玩法可以选 直接从YouTube Draw影片去训练 懒人专用了 第二种就是只上传声音 打造声音分身 不想露脸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个 我今天要测试的就是 直接录制我本人的影片 点开可以看到这里有几点要求 首先我们就要上传大于60秒 一分钟的影片 这个影片也可以是几段的剪辑 影片里面你需要说这样一句话 就是你同意 Invidio AI来克隆你的分身 然后整个影片最好是一定要一直在说话 然后也尽量是一直看着摄像机 最后就是尽量使用高质量的设备来录制这段影片 OK我把我录制好的影片上传过来 这里全部都需要打勾同意 点确认 它会识别到我已经在影片里面呢 已经提到了同意影片 用这个影片来制作我的分身 这里打勾就说明影片是没有问题 通过了它的要求 大概等了有十几分钟 它就把我的虚拟形象生成好了 一起来预览看看 这就是我的AI课龙语音 是不是听起来超自然 有了Invidio AI 你就能轻松讲任何想法 变成精彩的视频内容 就像刚才 我的声音经过Invidio AI的巧妙处理 瞬间就能变得专业有声动 无论是把简单的声音润色成巴气的台词 还是自动根据视频画面 生成多个版本的旁白 它都能帮你搞定 再也不用担心复杂的后期制作了 Invidio AI让创作边的前所未有的简单 OK点这里完成 这个就是刚刚制作好的虚拟形象 可能网络不好没有预览出来 没关系 直接点击选中 然后点确认继续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文字 你可以看到AI Twins的左边就会标1 是说明我选中了一个虚拟形象 来制作一个视频 如果你有固定的内容产出需求 或是想偷懒又想保持频率 Invidio Twins绝对值得一试 但是要注意的是 它还不是完美的你 目前还只是个80分的替身 我会把适用连结放在资讯栏里 大家也可以去玩玩看 留言跟我说说 你们的分身做出来之后 像不像你本人 Amazon这周收购了一款超酷的AI穿戴装置 叫做B 是一个你带在手腕上的小装置 它会全天后听你讲的话 把你说过的内容 全部都转成文字记录下来 之后你可以回去查资料 一样的问它 你之前讲过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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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保存你的音讯档 只会记录下文字 而且都是匿名的 不会记住人的名字 特别是在参加会议演讲的时候就超级实用了 比如你常常参加不同的会议活动的话 这个手环就可以帮你记录下你和身边所有人讲话的内容 回家之后呢 你可以问他 我刚刚讲了哪些重点 他就会帮你整理一份摘要了 价格也只要49.99美元 再加个每月订阅大概19美元 除了可以转录对话提供摘要 还可以授权装置存取你的电子邮件 联络人 位置 提醒照片和日历活动等等 这种真正个人化的AI助理 让AI更多的进入了使用者的生活里 我认为这次的收购也代表了 Amazon正在积极的跨入穿戴式的AI硬体市场了 想搭上Apple Meta OpenAI的浪潮 不只是听懂触发词在给你反馈 而是全天理解你在做什么 你说了什么 然后主动帮你整理提醒 听起来像是忙碌人的救星了 但是隐私政策 Amazon会不会更加谨慎呢 这个还要观察观察了 但是至少现在有Amazon的资源投入 未来BAI的功能可能会更加强 那大家会不会选择这种穿戴式的装置 来做你的AI助理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最近HisVue AI推出了一个新功能 名字叫做HisVue Steel 它是可以直接对网络上的任何图片 进行个性化处理 参考灵感来重新帮你创建 先一起看看它的功能展示 这张照片是很好的 不不不,这张照片是很好的 不不,这张照片是我的 Yeah, it works. 你们那部命名会议是开到凌晨太累了 干脆名字就乱去了 不过还是要玩玩看啦 这个功能主要是干嘛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用 Chrome浏览器的扩充功能 直接右键复制任何网页图片 然后丢进Histful生成一个差不多的版本出来 那我们就实测一下 这里呢他就给了一个下载指南 首先他是不在Google Chrome的扩展功能商店里的 要你自己手动安装 下载解压档案之后 就打开Google Chrome的扩展功能 然后是打开他右上角的一个开发者模式 最后就是把步骤一的解压档案 加载到Google Chrome扩展程序里面 看到这边我就开始冒冷汗了 这听起来就像下载盗版外挂的流程 Histful是不是不小心走偏门了 OK按照他的步骤指示呢 我已经下载好了Histful的Reference扩展程式 他这里显示错误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在网络上找一张图 然后呢只要点击一下 他就可以在Histful里面帮我们生成类似风格的图 而且他是不需要提示词的 比如我随意打开一个网页 当我的滑鼠移动到任何一张图片上的时候呢 他的左下角就会出现Histful的标识 我找一张图片测试一下吧 比如这个猫猫头夹在面包里面的图 然后点击左下角Histful的重绘按钮 他就会出现这样一个东西 不需要填写提示词 但是有两个功能选项 第一个呢你可以上传自己的角色 替换掉这张图片的角色 还有一个呢就是确定你生成新图的一个尺寸 我先不指定角色点击生成看看效果 他这里告诉我Histful后台已经在帮我生成图片了 点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 OK他就帮我重绘图片了 可以看到新生成的图片里面的猫猫跟原图的猫猫是不一样的 但是图片的风格是一样的 比如猫猫都被做成了面包夹心 那如果刚刚你在指定角色的时候上传了你自己的猫猫 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你指定的角色猫猫了 更多创意呢就留给大家完了 讲认真的效果不差 但也没有那种哇AI神还原的感觉 反而比较像是哎你是不是在画我 但是又画的不太像的尴尬感 当然啦如果你只是想要快速重建风格类似的图 这个功能可能还是有点用的 但要来干大事或者商业用途 我还是建议保守一点用 毕竟你都自己安装插件了 风险呢都是要自己扛的 记得帮我按赞开小铃铛 还不会错过后续更新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好他冲的已经完毕了 好你靠后一点 3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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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